再來的話呢 還有你的相關的 你的一個 這個畫面其實就是在這裡 這個畫面 那你可以把這一個畫面 再另外產生 一個 一個一個畫面就是我們首頁部分 那名稱的話這邊叫做台北Hotel.png 另外的話還有就是說 你的Orientation Orientation的話呢是 他的方向 預設的方向那有分 這個 這個這個手機跟平板 不過你用預設的好了 一般是垂直的就是看起來是在手機為優先 再來說Android的mini SDK version 這個地方的話就說 你這個App呢 相容最低的 版本是哪一個版本 那這邊的話有個數字是7 那7的話是多 是Android的哪一個版本呢 Android的 特別重要是2.1 2.1 也就是說呢你這個地方 一定至少要2.1的 才能安裝 這個App 如果是2.1 以前的 很抱歉不能安裝 不過大概7是應該差不多啦 因為現在 Android版本 我想要找到2.3 2.3以前的應該很少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這個版本再提高一點點 提高到10好了 10大概就2.3 2.33 10是2.33 應該現在最少應該都有2.33以後的版本 OK 所以這裡的話大概會有這些 那至於它的尺寸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在image裡面 images裡面 這個是我們範例檔裡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檔案 這個是icon檔 那這個是我們的 秀出來的那個網頁 那個 首頁的那個畫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icon 它的解析度 還有它的大小 其實可以從這底下可以稍微看一下 OK那開起來的話 這就 Photoshop 它的大小 如果說你將來 希望能夠怎麼樣 在一般的手機上面 不要是 Phone Gap預設的那個icon的話 請各位把它改一下 那它的大概就是 利用像 Photoshop 這樣的軟體 可以做出來 那它的解析度大概就是在 在這邊的話 我們的範例檔是72x72 的一個PNG圖檔 就可以了 所以將來這個icon的話 看起來就是這一個圖檔 所以你會發現至少漂亮很多 不會是預設的一個 另外你的首頁的這一張 有沒有 特別注意 這上面你可以做一個什麼 你首頁跳出來的這個畫面 那基本上的話 它的尺寸的話 就是320x480 320x480 那因為這一張是 我們預設是手機啦 所以你放上去在手機應該是OK 可是如果你放在平板上面的話 那因為平板是剛好 不是垂直的 是水平的 所以看到的話呢 旁邊會是黑邊 那沒有辦法 除非說呢 你另外在 做一張稍微大一點點的那個圖檔 不過它這個比例上面會 它會自動縮放 比如說你的 如果你的手機 大於這個解析度的話 它會自己縮放 所以尤其是你的解析度 比較大的手機 看起來會有點糊糊的啦 那那個沒有辦法 你可以再調整一下 你變得了 你會身上去 我們從不然而成功